很多人都會問我 奇怪 都有GPS 為什麼它很等級 其實GPS看地方 大部分是準 有的地方不那麼準 而且以真正在開船的人來講 他們會希望眼見聞品 他們常常講說 四樓要讓電會抖 不然就是沒有了這份工作等等 去感受到這些精神之後 慢慢這種東西 會跑到你的靈魂 或者你的想法 然後慢慢的就覺得 這是一個死路 我小時候就跟我媽媽說 我的人生自願 就是我要一個人躲在山上 然後一天一個饅頭 不要讓我死掉 一給我饅頭 我不要死掉 就好了 什麼都不用 其實我上一份工作是在 滑碩電腦 那當然我是做手機部門的 然後是我同學 考上海關他來跟我講 然後我就那時候想 誒 頂他 這世界原來有這個工作 那也不錯可以試試看 因為剛好是比較接近大自然 我心態上本來就比較喜歡 接近大自然 不喜歡車水馬龍的都市 考上嘛 然後就照名次去選那個自願 因為那時候簡章上面 下面寫說 被派放到外島不得有意義 人家就哇 就嚇一跳 這個太恐怖了 我才 我們才不要去 可是我當下看 哦太棒了 這個就是我要 對 所以就一然決然就 撕了那個 底下人就拍手鼓掌 就像我們當兵有沒有 只要抽到外島 下面的人一定鼓掌有沒有 就是這樣子也因緣際會啦 就加入了這個燈塔大家庭 我們基本上是跟太陽相反 太陽工作我們就休息 太陽休息我們就工作 所以就是 早上拉布曼關燈 然後到晚上的大概 傍晚之後就要開燈 因為我們這也是鼓掌嘛 所以是也是要維持內部的清潔 包含銅器的保養 主燈它的清潔 以主燈來講 主要是日常的工作做這些 這個燈塔的話 其實我們大概是不假外人之手啦 都是自己去完成 今天的話就是上面去 做個檢修的動作 就了解上面的狀況 這個油漆剝落 之後就可以預先猜想說 好那今年的話 上面的話 我們即將要做哪些工作 上去怕是會 然後可是爬了幾次就比較不會 那主要是你要隨時應變天氣 然後一個更重要的就是安全措施要做好 所以我們用那個背負式的安全帶 而且是兩點式的去固定不一樣的點 然後慢慢爬上去 在上面當然會看一下風景 然後你去看下面的人會有一種 成就感 覺得很棒 原因是 只有我能站在這裡看這樣的景 然後其他人看不到 去年我剛好我媽她身體有狀況 然後就那時候是昏迷嘛 然後送到加護病房 然後就緊急趕回去 然後跟燈塔工作之間的那種拉扯 對我來講人生是一個人生的震撼 原來一個人是可以這樣子就倒下 然後就都不能動 她連翻都不能翻 然後包含大小便 反正她整個年在床上不能動 然後每兩個小時要拍背啊 她剛開始是連只能這樣 連抬都抬不起來 可是我們去克服去解決 然後想很多方式 然後去慢慢讓她變好 所以我覺得那段時間是值得 雖然真的很累 一回去幾乎百分之九十幾以上時間 都是在醫院 然後醫院完就是上班 上班就是回去 在那一個月內 我瞬間瘦了快五六公斤 我已經很瘦了 又瘦了所以幾乎沒露 而且黑眼圈都出來 也算熬過來 家裡狀況現在孤燈塔 我覺得算是取得一個平衡啊 但是不完美的平衡 我現在就變成說 把自己的架全部都能請盡量請 因為盡量回去多一點時間 那當然有幸就是說 慢慢慢慢已經康復了 也不能說康復 就是狀況變好了 至少能做 然後精神狀況是好的 腦度是OK的 我常常說這真的是 不幸中的大幸啊 有保佑啦 不喜歡他在外島 不喜歡他在外島 可是為了工作還是 還是還是又飛機了 小孩過了 盡時就好了 比較怕他在來去的飛機 比較怕他 還鑽到這樣 風風 比較有海浪 比較大的事就比較煩 我來一定搭船 因為我喜歡在海上 同一個人看海 這個空間好像整個就是只有你 其實跟那個很像 對我喜歡那種黑暗 跟沒有人的感覺 簡單講就是享受 某種程度的感覺 其實我們會享受那個 一個人的感覺 其實每個東西都每個東西 例如假設在船的側邊 你可以看到那個浪 光那個浪在滾動就是一個美 要想什麼美不用想多慣 就享受那個美就好 剛來的話還抓不準 這邊的交通狀況 像我來的時候就是有放假 要回台灣結果起霧 然後就卡在南竿 然後想說北竿起降條件比較好 就跑去北竿等飛機 就一等就等三天 就留在這邊滯留 然後經過這樣幾次之後 那時候有萌生退役 說不應該在這個地方去呆 也很多次有遇到 船也不開飛機也不飛的狀況 這是這邊比較大的困難 這個就是大平村這邊 喔對 東舉西門町在那邊 這邊買東西很不方便 我那時候我記得我剛來的時候 我想說帶自己需要吃的東西就夠 就發現欸怎麼這邊 連米都沒得賣 水本都沒有 對那後來當然也自己適應了這個方式 像我現在都是 就是一個背包一個皮箱 然後一次就帶一個月的糧食 這邊的話就也吃少比較少一點 就有時候一天一餐兩餐 其實燈塔就是自己第二個家 因為其實我們在這邊就24小時 沒有所謂的上下班 就是一來就是一直待 一直待20天 20幾天左右 我們真正在自己的家的時間 少於在燈塔 對所以就變成說 有點是隨遇而安 心態上的那種調適 所謂燈塔的精神 是成仙啟後的 而且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死命必打 是一種 就是用生命都要讓燈塔亮的精神 例如我們看到的那個精神標語 同島一命 在燈塔來講我們 我們有個共同理念就是 同塔一命 對 那這個同塔一命 其實不是以我為主的角度 而是以這個燈塔 其實我常常覺得 它在跟我聊天 對它在跟我對話 請問燈塔 那你覺得 我的存在到底對你是幫助 還是沒有幫助 我還有什麼應該做沒做到的 盡量求問心無愧 問心無愧就是改天我在對話的時候 至少它不會罵你 我們都一直以為是給漁船看 那實際上 建置燈塔的地方 並不是給漁船 而是有國 就是國際航道 是給商船看 所以基本上要一直發亮 是基本的使命 那另外說 燈塔存費的問題 其實它有觀光的功能 因為每個燈塔都有它特殊性 不管是建築的美學 或跟地方的淵源故事等等 這就是觀光 我們東區島燈塔 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文物 有的是重要文物 有的甚至已經大到國寶等級 所以這都是我們必須要去把它保護好 然後把這個棒 錢人交完棒繼續交往下一個 對所以它一定要持續發亮 對所以它一定要持續發亮